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Neo 今天我們又回來做一個開箱影片 今天要介紹的這個產品就是 Instafricity他們剛剛新推出的這部Ace Pro 2 話說這部新機就很有趣 裡面有兩張晶片 第一張就是他過往都有的這張5納米AI晶片 除此之外他亦都另外加入了一張叫做Pro Imaging的晶片 前後兩張晶片加起來 就令到這部機現在可以拍攝到更高的影像和相片規格 大家買機當然最關注的就是這部機的拍攝質素 所以今天我除了會介紹這個Ace Pro 2之外 我亦都另外找來了這部可能都會比較多人用 或者想買的這部叫做DJI Osmo Action 5 Pro的機 和大家去做一個相比相比的比較 我就向大家保證今天這部影片是會多影片和相片比較 給大家親自去看一下 廢話不多說,那我們馬上開始影片 好,那先跟大家說一下畫質 這部Ace Pro 2因為他有了這張更高效能的晶片之後 現在我們就可以在這部機上拍到8K 30fps的影片 上一代是拍到24fps 而今代每秒多了幾格就可以拍到30fps 少許的進步 對比之前我們先看一下Ace Pro 2它的8K 30fps影片 假日我就帶了這部機去Sesame Lake拍攝了一些影片 我拍的這些照片都是用Vivid的Filter 而且也是用了一個高一點的Beat Rate去拍攝 也就是120MBps 這裡我就先靜一靜給大家自己欣賞一下 接下來我們就把Action 5拍攝Ace Pro 2做一個Size by Size比較 Action 5它最高的影片規格只有4K 所以這裡我只能夠用4K拍攝去做一個比較 如果大家細心看一下左手面Ace Pro 2 它8K拍出來的那些葉看起來會比較清楚 而右手面的Action 5很明顯因為像素不夠 所以它後期是加了一些銳化的Filter 所以令到那些葉我自己覺得看起來有點怪怪的 除此之外也留意到這兩個品牌拍攝同一個場景出來的顏色都很不同 拍出來的黃色和紅色的層次感我覺得好像是比較多 而Action 5那隻黃色好像會比較雅色的黃色 而且這些紅色看起來也沒有那麼紅 今次Instagram也帶了一些新的顏色給我們 首先就是這個Leica的濾鏡 如果在這個Menu那裡去swap它旁邊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裡有很多的濾鏡 當中就有這個Leica濾鏡 今次它給了兩個我們 一個就是這個Leica自然濾鏡 還有這個就是鮮艷的濾鏡 這個就是Instagram去參考這個Leica所調出來的濾鏡 因為大家知道Instagram和Leica有一個合作 所以它就帶了這個新的濾鏡給我們 前前後後就總共有9個濾鏡給大家去用 第二個Color Profile就是Lock 今次在我們的Ace Pro 2上高 我們可以拍到Lock的影片 Instagram就叫這個I-Lock 我想I字應該是Instagram的I字 這裡我們swap它旁邊 你就會見到它有一個Lock的功能 如果我們這裡去按的話 你會見到它有一個Error的訊息 因為Lock的影片是不支援8K的 8K是不能拍Lock的 我們要怎樣做呢 這裡我們選擇這個4K 60fps 這個位置我們按這個Lock 我們再開了它 你就會見到現在是用到Lock了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拍Lock的話 它最高是支援到4K 60fps而已 大家知道這一部的Action 5 它也有一個叫D-Lock的10bit影片可以拍得到的 跟I-Lock拍完的話 我就發現D-Lock的影片 就算套完那個Lux 顏色都是很淺色的 其實不論這些機仔上面拍Lock的影片 我都是有少少保留的 因為這些機仔 始終它的物理限制 始終那個bit rate是不能說去得太高 雖然我們Ace Pro 2已經可以拍到120MB per second 已經很好了 但我覺得如果真的要用Lock的話 希望有一個很漂亮的質素出來的話 其實我覺得bit rate最少可能是200至300 才會真的足夠 所以大家如果要用Lock的話 就要用得小心一點 我覺得可能要有足夠的光線 起碼那個影片本身不是太多的Noise 你才去用 因為如果低光的影片 你再拍Lock的話 只會令質素更加差 所以大家如果對Lock這個workflow 真的不太熟悉的話 我就建議大家用普通的濾鏡 或者鮮艷的濾鏡 拍出來的質素是會更加好的 如果拍Lock都不好的話 在這部機上面還有沒有其他功能 可以令到畫質更加漂亮呢 其實我不斷強調這個HDR的功能 就是答案了 現在在這部Ace Pro 2上高 你就可以拍到最高4K 60fps的HDR影片 過往一代只能夠拍到30fps 現在可以拍多30格 這個HDR的模式 其實就是一個合成的影片 它就拍兩個曝光的影片 然後透過Tune Mapping的技術 然後將它實時Mapping在一起 那你就會看到 它拍出來的影片 藍天是更加藍 草的也是很漂亮的綠色來的 那就拍到一個很上心願目的畫面出來 其實做法就和你在iPhone上 現在拍的HDR的影片是一樣的 這些類型的影片其實都很具爭議性 有些人會覺得很假 有些人會覺得很漂亮 但現在的大趨勢就是 大家都是拍HDR的影片 所以我自己又不會覺得它會很不自然 因為只要你合成得好的話 其實整件事看起來都很漂亮 所以沒錯 這個HDR模式我自己覺得 是適合大部分人去使用的 還有大家可以看我畫面上面 這個8K和4KHDR的影片 你會看到有些8K拍不到的地方 例如Tune Mapping的位置 你會看到在HDR的影片裡 就保留得很好 所以在這部機上面 我反而用得比較多的 就不是8K的影片格式 而是這個4K的60fpsHDR模式 因為它才能夠保留得最多畫面上的資訊 最後的就是拍照 在這部機上面 亦都可以拍到更高解像的相片 現在你可以最多拍到5000萬像素的相片 上一代就是4800萬像素 那就多了200萬像素 暫時現在市場上 應該都沒有其他對手 是比起5000萬像素 可以拍得更加高像素 右手邊這部Action 5 就可以拍到4000萬像素 其實5000萬像素 都是一個蠻誇張的數字 因為我現在用來拍YouTube的這部相機 都只能夠拍到3300萬像素 所以5000萬像素都真的很超過 而且這部Ace Pro也升級了它的鏡頭 過往上一代的鏡頭 它的可視角度是151度 現在它就升級了157度 在這個新機上 也加入了一個新的FOV模式 就叫做Mega View 這個模式拍出來 就沒有Ultra View看起來那麼如眼 也沒有DVOLF看起來的線那麼直 就算是取了兩面的優點 結合了一個新的模式 給大家去用 拍攝這個今日的評測的時候 就有一個突發的事情發生 就是昨晚剛好遇到 溫哥華第二次的極光大爆發 昨天我帶了這個Ace Pro 2 就跟我去拍這個極光 用這個5000萬像素的模式 就把曝光設定 然後拍了一條Timelapse的影片 昨天的KP值是去到KP8.3 即使是溫哥華這個邊緣的位置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夜間拍攝除了有Timelapse之外 也都有Pure Video 即是低光夜間拍攝 這個模式在上一代裡 我們只能夠拍攝到4K 30fps 但在這一代裡 我們就可以拍到4K 60fps 剛才一開始的時候 跟大家說過它有一個升級了的收音系統 現在就跟大家測試一下這個收音系統 其實這次它給了兩個咪罩 一個就是防風罩 另一個就是普通咪罩 各位現在來到海旁的位置 就打算跟大家來測試一下這個防風罩的功能 到底是否到位 但就有點失預算 因為大家看到這個海旁是風平浪靜的 所以現在我就想可能 就把我這個機放在我的車上 那我車行駛的時候 那些風打過來 我們就可以測試到這個防風罩了 各位我終於找到一個架 就成功把我兩部機放在我這個車的車窗旁邊 現在我用這個模式就是立體聲收音 在這麼多模式之中 應該這個模式去收人聲就是最差的了 加上現在有了一些車聲和風聲之後 你應該聽我的聲音就應該聽得更加難聽到 它其實還有另一個模式 叫做智慧型降風噪的模式 現在我轉一轉這個模式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我們在上面拉下來 我們可以在收音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選擇它做智慧降風噪模式 現在就開了智慧型的降風噪模式 就是這個軟件的降風噪模式 這個模式我自己都聽過 其實跟上一代一代都是一樣的 我自己覺得比較大風的情況 好像現在這樣 其實坦白說 那個降風噪的能力是不夠的 可能你都會聽得到風聲都挺強的 所以其實最好都是換上這個實體的防風罩 接下來我就會測試一下這個新的防風罩 現在這個就是加了這個防風罩之後的收音效果 大家應該都會明顯地聽得到 那個風聲那些發發聲是會少了 而且你應該都會聽得到 那個發聲聽得清楚一點 大家現在就聽得到 那個硬件的防風罩 以及軟件的降風噪模式 那個分別在哪裏 我想比較多的是可能駕駛電單車的用家 可能會比較喜歡把機器綁上去 車前面然後說話的話 這個防風罩非常適合你用 就算不是玩電單車的 你踩單車其實都很有用 繼續我們又聽一下Action 5的收音效果 現在這個就是立梯聲收音 在這麼多模式之中 收人聲來說 這個模式就收得最差的 加上還有風聲 還有車聲 這部Action 5雖然它沒有防風罩 但是它的收音效果 又比我想像中 是做得好 所以在收音這部份 我覺得Action 5 和Ace Pro 2 可以說算是打和 另外這個普通的咪罩到底有什麼用 原來它是用來下水的時候用的 這部機本身有12米的裸機防水 如果你要裸機下水的話 你就記住要換這件東西 因為那個防風罩 如果反到後面 你會看到裡面其實是一些海綿 濕了海水就麻煩了 所以謹記你去下水之前 要換回這個普通的咪罩 我相信這個也是這個普通咪罩主要的用處 還有這個Ace Pro 2 亦都可以給你去連接一系列的外置收音設備 那這裏就有一個表 就是Insta360 他們已經測試了的一系列的設備 這些設備是可以被支援的 Ace Pro 2機身上面就沒有3.5mm的洞 所以你要另外再買一個配件 就將Type-C轉成3.5mm的洞 這個配件就可以在Insta360 他們的官網上買得到 Ace Pro 2裡面也加入了一個新的功能 就是車鏡的功能 那我現在就將機器安裝到車上 那我就嘗試去開電 那部車一開的時候 那部機器應該都會跟著一起開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部Ace Pro 2就算在沒有電池的情況下 它一樣是可以開到機的 那只需要插著Type-C線 那部車有電它就會開機 那部車沒有電它就會關機 那現在我們來看看裡面的設定 這個設定裡面其實我們可以調整個resolution 最高可以去到4K 30fps 那也是可以支援HDR模式 那下面這個循環錄影的意思 就是說你想用卡裡面多少空間去做一個loop 那這個200多GB 5個小時的意思 就是用200多GB的空間 那去到5個小時的時候 它就會剷除之前的錄影 那就會重新再錄一個新的影片 那這裡可以調教多少 那譬如你只想用30GB的空間 就loop一次 那它就會44分鐘錄一次 那這裡我不會用到4K這麼誇張 那通常用到1080p 24fps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很足夠 那200多GB的空間 其實就可以給到我們差不多有10個小時的loop 那我自己就比較喜歡這個setting 那還有就是這個timestamp 那這個timestamp 就會給你看拍攝的日期和時間 那都很有用 所以通常我都會開的 那當你設定好這個setting之後 它就會記住這個setting 那你每次開車的時候 它就會按照這個格式去做錄影 那所以對了 有這個新功能當然好些 如果有開車的朋友 那你平時 又不會說天天拿這部機器出去拍攝 那當它閒置在這裡的時候 它現在就變了多一個功能了 你可以把它拿來做車cam 真正做到一物二用 那到最後跟大家說一下價錢 那這部機賣多少錢呢 Ace Pro 2的香港區售價標準套裝是3149元 而雙電池的套裝就賣3279元 那我自己覺得這部機器是否值得買呢 這次這部Ace Pro 2 它在各方面都有少許的進步 那但是呢 你說這部機器如果二代和一代比較的話 它算不算上一個很大的進步呢 坦白說我覺得不算 其實我覺得這部Ace Pro 2 它現在這個spec 其實是很合理的 因為坦白說現在看市場上面 很多其他的對手 就例如跟我們今天這部Action 5去比較 今天這部影片我沒有很集中去講這部機器 但其實我都留意了很多東西 這部機器拍攝的像素 以及功能都不夠Ace Pro多 唯一我覺得這部機器比較可取的 就是它這個20米的裸機防水功能 如果你是喜歡潛水的 你是打算用這部機去做Fundive的話 那20米的確是挺吸引的 那這個我就覺得是這部機器唯一比較可取的位置 但除此之外 如果跟Ace Pro去比較的話 好像各方面都有種比下去的感覺 其實這些運動攝影機都有了20年 就是自從GoPro第一代 好像是2004年推出的 到現在已經很長的時間 大家都看到GoPro去到一個平頸位 然後好像不知再可以出些什麼給大家 直到現在 Insta他們加入這個遊戲 帶了這個Ace Pro給我們 就眼前一亮很多新功能 例如有這個手勢控制 HDR的影片 以及AI降噪的低光拍攝影片 這些新功能 其實大家都會看到那個走向 有點像是向著iPhone的方向去做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不論是手機或者是運動攝影機 其實它那個Sensor的大小 是這麼大就這麼大 它始終有一個物理限制在這裡 令到它那個吸光量 始終是不能夠好像單反相機那麼多 所以你很難將這些機仔 和這些相機去相提並論 但現在有了這些HDR影片的技術之後 就非常聰明地 將有限的畫面質素 去透過合成的方法 去給予一個很漂亮的畫面給我們 我覺得這個做法是很合理的 也都可能是唯一的做法 我自己作為消費者 其實我不太介意它背後是做了什麼 總之最重要是最後的畫質素 其實我絕對是OK的 說了那麼多 到底這部Ace Pro 2 值不值得大家買或者升級呢 我覺得要看回你的情況 如果你本身是沒有一部運動攝影機 你打算在各大品牌裡面 去選一部 Insta、GoPro、DJI 你想去選一部相機的話 我可以好多信心地說 今天評測的Ace Pro 2 它規格上是比起其餘的對手 是遙遙領先的 如果你買這些運動攝影機 你主要是看規格或功能的話 那這部Ace Pro 可以說是不易之選 因為我覺得Insta在這部機上面 其實很多東西都做得很齊全 至於如果你本身是一代的Ace Pro用家 你值不值得升級去二代呢 我自己就覺得未必值得升級 因為今次我都說了 各方面都有少許的升級 但就不是一個超大的進步 所以如果你本身在用一代的話 現在升級二代的話 我就覺得升級感其實不會很強的 所以我就覺得未必值得大家去做這件事 今天跟大家評測Ace Pro的二代 就先來到這裡 如果你想買這部機 你對這部機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用我的這條link去購買 你用這條link去購買的話 它就會有些贈品送給你 詳情我已經寫在影片的Description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有什麼優惠和送的 好了今天的影片都差不多了 如果你喜歡NEO今天帶給你的這條影片 請你幫我做幾件事 like share我這條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和打開這個通知功能 我下次再推出同類型的影片的時候 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得到 今天的影片先來到這裡 我是NEO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的影片